媽祖慈悲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入媽祖網路大學堂 大家來學習解籤詩 今天顧問要分享44千辛茅籤 這個恩友是這樣子的 有一位同修介紹的一位老闆娘 很想跟媽祖結個言 我們就一群的好朋友 就一起回到朝天宮去拜媽祖 拜拜當中 我就介紹北港的朝天宮的廟宇導覽 這位老闆娘就有我們的同修 跟他介紹如何擲筆啦 抽籤啦 就在正殿上面抽籤 那君幫其他朋友介紹完的時候 回到了正殿 就看他在抽籤 每次抽了一支擲筆 就是一筆然後就笑筆 擲不三筆 他就一直在那邊抽籤 一直在那邊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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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棍呢 就看著 就過氣的 跟他指點一下 我說 有沒有先教你 要先問馬祖 可不可以抽籤 他說有啊 我們同學有教他 他說 今天呢 來跟北港馬祖 接一個圓 那馬祖有沒有話 要跟他說 讓他抽一個籤 擲一筆啊 那結果他後來都抽到 籤 就是擲不出三個聖筆啊 他說好 那既然馬祖有話跟你說 一定會是籤 來 來我們重新來 那你去抽 他說抽了一個來 一樣是一個筆 再來是小筆 再抽一筆小筆 可是你發現 他竟然呢 四十四筆 新毛筆 抽了三次 當然 一筆小筆 後來重抽別的 可是出現了三次 我就 馬祖已經四筆給你的 就是這個新毛筆 因為他出現了三次 就是三勝筆 那你現在問馬祖 是 他要跟你講的話 是不是新毛筆 第四十四筆 第四十四筆 結果馬祖 新筆 然後我說 你再把這筆 確認你一下 確定是四十四 新毛筆 就是 那對了 郭文說 就是新毛筆 馬祖有話跟你說 那 郭文跟他解說以後呢 他 事後呢 跟郭文講 的確他是有個心事 那 家的人呢 惹上了小人 小人來找他們的麻煩 他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其實 馬祖就知道他的心事了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籤詩是怎麼講的 可到前途 多得利 金額何故兩相宜 也就是說 你來到了北港朝天宮 來這邊 一定會得到很多的利益 很多的幫忙 你不要懷疑 就是剛剛你抽籤 半部三杯 這個馬祖神 神奇 顯成意象給你了 在郭文還沒有主導他以前 他就 就 足吃了四十四千 新毛筆一次 那事後 他就一直抽籤一直抽籤 郭文在旁邊看 他說 就是半部三杯 可是呢 新毛筆就出現了三次 所以郭文說 馬祖已經四千給你了 他就顯意象 來告訴你 你不要來懷疑 你今天來到北港朝天宮 就是馬祖跟你結這個言 對你一定有很多的幫忙 金額何故兩相宜 因為你還有懷疑 所以要顯這個意象給你 虛世中間洪進退 愛吃光輝得應食 也就是說 他有心事 其實有事來求馬祖 因為初次見面 交遣 所以沒有告示顧問 所以馬祖已經講了 你現在 在洪進退 有些事 不知道進還就退 怎麼處理 其實 夜吃光輝得應食 到了中秋過後 或是這個夜中 你事情就解決了 馬祖會幫你 然後顧問拿到這個籤 然後要不要信馬祖 那時候 我不知道他能有心事 只是問 跟馬祖是不是有這個言論 要不要試簽給你 我就跟他講 你看 馬祖在說 你一到 將來都會幫你 你不要去懷疑馬祖 不要去懷疑馬祖 他都會幫你 而且 你現在要不要信馬祖 信不信 我那時候 我的解釋是這樣子 信不信 你不知道 那這個籤 出來了 夜就是代表這個籤 出來了 你相信了 你就 印就開了 也就是說 你跟馬祖很有言論 你只要來這邊 求馬祖 請教馬祖 當你以後 有什麼疑問 不知道如何做 要進也不對 要退也不對 猶豫的時候 只要你來找馬祖 到北港茶田宮 來請示馬祖 你的印就會開 就這樣 來解釋 那事後 他跟我坦誠 他因為家裡有人 留了小娘 現在 不知道怎麼辦 找不出對策 有時候 放心 馬祖說 你回去了 到中秋過後 事情會解決 夜中就會解決了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籤詩 在新籤的解釋 是馬祖講得很清楚的 我們要知道 年生路上 那種難免 無法避免去走到那種小年當道 那遇到一些凶狠爆裂 髒頭死目了 違背道德的人 我們人一路來一定會碰到 一些小年來欺妖我們 所以我們要用謙虛的態度 來隱藏內心的恐慌 雖然你很害怕 很害怕 可是你要謙虛 要很謙卑 對待所有人 那還要堅持保持這個美好的德性 要保持美好的德性 堅守正道 不可以同有何無 不要因為一到小人 自己也變小人了 來對待人家 所以只要我們呢 按節慶的規定 規矩 用儀啦 雞啦 豐富的性禮 來祭祀神明 祖先 就可以免治小年的傷害 度過二年當道的時機 所以他看到 郡的解說 我把這個 用此手機拿起來看 哇 他就開始跟郡講 他的確就遇到一些困難事 也就是他的心事 就遇到小年 我說 你現在來朝天宮 拜了馬祖 以後呢 節慶路 馬祖山內的時候 我們就來拜拜 我們來祭祀了 那有困難來長馬祖 他就幫你化解掉了 他說 我們要祭祀祖賢 先天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那個 掛像 掛像 岩前是 山地撥掛 那個山崩塌了 崩塌了 剝落了 那下面呢 下面都是陰謠 只剩下 第六謠 最上面這邊 陽謠 只剩下一個陽氣在而已 全都變陰氣了 這小年當道 最後撐著的樣子 所以小年當道 金子是受害的 應該 順應時事 謹慎引臉 就要忍耐 在衰敗的環境 所以你這個剝落 剝掛 要力求自保 要行求幫助 等待時機 可以匹集後來 所以馬祖在安慰 你現在有危險 可是最後一個生機還在 還在 所以我們力求自保 行求幫忙 來到曹天宮 來拜北港馬祖 馬祖會幫忙 心牽是雷水解掛 就是 解開到自然必賽之下 可以把困難解開 所以 表示有困難 一定要面對 這個困難 要勇敢的面對 要有方法去解決 來保護自己 所以 遇到這種問題 家人遇到小年當道 來傷害 所以要勇敢去面對 解決 困難離開險境以後 要修養生息 養精細略 要檢討得失 為什麼我們會惹到這種麻煩 就像渡過了沿東 萬物再生 一展和平歡樂 就是這個關過了 我們要檢討 要休息 要養精細略 我們將來有很大的發展 所以勇敢面對困難 想吃解決的方法 解決後 要懂得修養生息 十七一道萬物再生 可和平歡樂 所以馬子說 中秋過後 秋年過後 夜吃 這是夜浪出來 十五號 不然是一年就是在秋天 中秋 過後呢 我們事情就會解決 而一片的歡樂 那前途呢 是圓規 那圓規呢 這畫圓 這畫圓規 就形緩不息 形緩不息 像世紀變化一般 一年世紀都會輪流一變 要形緩不息 形緩變化圓理 所以 我們呢 圓規有兩腳 一腳定置為中心 另一腳去畫圓弧 畫圓弧 那這個 圓規的圓 起點也是終點 年生如畫圓 成功後面就是失敗 失敗後面就是成功 形環變化的 不斷重演 是宇宙自然的法則 所以不要緊張 遇到困難 我們會再成功 會圓滿 圓滿以後又會遇到困難 有些牽線 又會再圓滿 失敗後成功 成功後又再失敗 對不對 就是一個形環不息 這就是牽徒的提示是這樣子 那故事是洪玉春流閃愛成山 這故事蠻長的 各位有機會到我的牽師姐去看 所以這個故事代表十四的情人 可能這個人有雙妻的命 有雙妻的命 所以在感覺上有雙妻的命格 那第二個故事 蕭河夜校追韓信 這個故事我們都很了解 因為韓信得不到主公的愛惜的重用 那就要離開劉邦 那個蕭河去追他 叫他留下來 結果就幫劉邦統一天下 所以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要珍惜聯財 為公司團體推薦聯財 為公司團體推薦聯財 那整個故事啦 遷徒啦 還有掛像 還有馬史遷徒官也做個解釋 他的天使地利人和呢 的提示是這樣子的 有關於天使是這樣 夜初就是東方為木 所以在春天的時候是相當有利的 那夜初是有夜亮的夜晚 一指中型 那夜初就是夜亮的太陰星 所以主義女性 所以那個東西有女性出來 就容易解決 所以整個人來看 就是七八夜過後 也就是中秋過後 那客到前途都得利 所以如果有貴聯來幫忙 會有相當有利的 那晚上有夜亮 出到出籤 就印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夜吃嘛 那有時間呢 讓我們選擇 如果讓我們選擇有時間性 那中間那個時段我們不要選擇 早上呢 中午呢 下午呢 中午我們就不要選擇 所以一天來挑選 中午的時刻 早上呢 晚上都好 在 晚上有夜亮會更好 那中午就比較不適宜 因為 我們有中間紅進退 在中間退 進也不對 退也不對 不知道怎麼辦 那把握地利 方向地利的話 夜初東方 所以東方對我們有利 那夜東邊出來 那西邊落 不斷的循環 因為這裡有一個遷徒言歸 其實西邊也會有利 也會有利 那有桂連組點建議的地方會有利 那有桂連組點建議的地方會有利 有桂連來幫忙 來跟你建議也都很好 那對於中間的位置 我們最好就不要選擇 不要選擇 選房子 有三間 中間那一間我們就不要選擇 就不要選擇 有尊責 有民族 又不是教廉 有民族 想要要去 這個人 那 到遠望發展 可以依景隆歸 到影王發展可以依景隆歸 可是這個項要遠離小人 當道 所以要盛賢有閒城良相的公司 所以你進到公司上班 發現都很多小人當道 這個公司我們就不要待 就不要待 買房子去的地方發現隔壁人妻不大客氣 長的那個樣子就是好壞年的樣子 那我們不要買這個房子 那第八 待的地方有美麗的裝潢 有孔芡羽毛的裝飾 有養魚 風水很好 這是有錢有勢住的地方 有人住的地方 都相當不錯 這個地方要把握地利 那聯合上做人為人此事 找朋友自己要來改善自己的個性 我們要考慮到聯合 然後說 無論這個地方要不要 你們有給他們 他們去改善自己的 你能為自己的 你懂得到廟裡請示神明 或是親自去請問一些專家 那尋求貴人協助的人非常有利 自動會去找貴人 所以客到前途都得利 第二 不會差異彼此的感情 要信賴別人 做事不會有以不解 洪敬隊也不會有以不解 擔心東擔心西 就能得到貴人的幫忙而成功 第三 胸痕爆裂 長得髒頭石墓 行為乖屁怪怪的 小年恐帶來驚恐跟危險 所以我們有一道小年 所以他的家人就是一道小年 一道小年 所以一道小年當道 雞雞口為 懂得順應這個時事 千兮與對 謹慎引人 力求自保 請求幫忙 等待時機的人可以偷懸 能勇敢面對困難 解決問題 懂得修養生喜 養精系列 等待時機的人也非常有利 懂得結交錢貴為貴人 所以他是大企業的一個老闆人 所以他是大企業的一個老闆人 又結交我們這位同修 也是非常顯貴的人 又懂得四年的能力 為公司舉財 留財的人 非常有利 所以一個人懂得辨識年財 為公司舉財 留財 非常有利 那女生吃面解決問題比男生有用 所以他一到小年 我就說 你老闆人來吃面解決 女生嘛 要請馬子幫忙 馬子說中秋過後就會幫忙 你就去請很好的律師 請教專家 有道廟裡拜拜求神 事情自然就會解決 那第四 改運的方法 運勢不好 做事不順利時 不要懷疑自己的選擇 其決定 只要謹慎引臉 時機到了就可以脾氣帶來 順心得意 所以這個連時間都告訴你了 那連生徒上遇到迷惘 不知道進退時 不知道怎麼做 要尋求貴人的幫忙 特別是自己早上眠來的貴人 更硬要珍惜 更要珍惜 那第三 凶狠暴裂 張騰使目行為乖僻的人 小年來傷害 那除了要以千禧以對 謹慎引臉 力求自保 而要去求幫助 要準備儀 雞 肉 豐富的姓禮 到廟裡求神明幫忙 憑慎要注意節慶 按規定來祭祀 可免子小年帶來的恐慌跟危險 可免子小年帶來的恐慌跟危險 這個馬子說你跟他有言 以後有節錄 要氣得要氣勢 馬子一定會幫你 我就這樣子來轉達馬子的意思 給這位老闆兩隻 不然你寶貝 再寶貝切臉一下 馬子跟你的確有言 可是你要節錄要拜拜 三列 我們的習史就是三列 一定要盡相也要來拜拜 那感情路呢 既然一套Poser 因彼此信賴 互有情力 用心追求經驗 可匹其帶來 可是有兩女 同事亦夫的時事的因年 可喜忌來收藏 這個感情上面就比較特別了 有兩女是亦夫的命 那第五 平時結交錢櫃 臨時就可以化解危機 就更上一層樓 所以平時要交一些 有身分地位的人 所以有事情呢 請求幫忙 就可以解決 就像這位老闆娘 因為結交了我們的同修 同修也是個險櫃 在社會上很有地位的人 那我們看解籤蓋藥29項 那因為會不會跟馬祖有言呢 其實他心裡有事 有個官司 有個糾紛 所以我們來看看 官司的這一項 以何為貴 友人相治 忠葛平氏夠關 我是說 你今天來拜拜跟馬祖結言 馬祖一定讓你很多利益 你中秋就沒事了 那這位老闆娘後來跟顧問結言了 的確他的事情很麻煩很難處理 可是真的 到了年中的時候 也就是中秋過後 的確就是沒有事了 他就告訴顧問 他沒有事情了 都解決了 一切都順利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的確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老闆娘的故事 就是很神奇 也讓棍協會了 你寶貝呢 不要移位 他跟三杯神杯 如果這支籤你在球間當中 很多很多籤都抽不到 可是這支籤出現了三次了 那你就要問馬祖是不是這個籤 他在顯成績 預像給你看 以上呢 跟大家分享 大家一起來學習如何解籤詩 不管是問健康 你看那個29項蓋藥 你就馬上可以知道答案 從籤詩當中 我們的齊兄 看你問什麼問題 那馬祖都很具體 給你一些忠告 主導一個名路給你 以上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媽子慈悲 謝謝大家